华航的機師在澳洲驗出COVID-19的陽性 新增一例回溯裁檢者確診 另外新增一名居家檢疫者確診 感染源就在調查中 华航貨機機師全身感染疫情 华航在澳洲被檢出確認陽性的 华航印尼級貨機機師站內 短短一個星期內 有7名機師及1名機師小孩確診 新增2名確認機師 其中案1100為本國籍5多歲男性 還在4月13號直飛美國 4月18號返台進行巨額檢3天 21號巨額檢疫期滿 智慧裁檢結果失陰性 22號皇印尼級機師 在澳洲被檢出陽性 該名個案被列為介入者 進行回溯裁檢 再進行確診 新地址為36 由於這名個案在21號及22號 延續兩天採檢出現不同劫 結果將住院後採檢又變成失陰性 疫情總用性為了求慎舟起見 新增這名機師戰力確診 並匡列11名介入者 進行裁檢 因為剛好前一天也是陰性 後一天也是陰性 剛好那一天又是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實機值 加上抗體也都是陰性 這個要判定說 到底是不是一個 有沒有偽陽性的可能 按1101為本國企30多歲男性機師 10月18號直飛得奪法的客服 24號反來後 進行三天聚要檢疫 24號檢疫期滿 進行裁檢 結果在今天確診 西地址為28 也匡列17名就業者 進行裁檢 不過疫情總用性從這名機師執勤 聚要檢疫等持續進行判 認為這名機師有可能在外站遭感染 相對是會比較懷疑 是不是在外站的時候 也是那樣的一個接觸 不過現在因為沒有證據 只能從實續上面來看 這個可能性是比較高 疫情總用性也從幾名確診機師和家屬 所採集的病毒株進行分析 發現案1078 1079 1090 1091 都遭到英國病毒株的感染 其中前兩案1078 1079 是全基因定序都是相同的 所以是同一起的這個事件 1090 1091 是部分的序列 我們針對它的S蛋白的序列去做比對 那跟這個1078 1079 也是大致上都是算相同的 所以不能排除說 這是同一起的這個事件 疫情主要為新 為了追查相互感染源 目前將全面對華航 1272位機組員 進行核酸及血清抗力檢驗 目前已經採檢 261位 另外為了方便這些機師接種疫苗 也和華航協調相關機師的頒表 只要前往醫院採檢機師 也可以同步接受疫苗接種 所以我們才進行這樣的擴大採檢的計劃 希望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傳播鏈 能夠把它弄清出來 希望在三四天之內 能夠把現在在台灣的時候先檢驗完 另外正在派飛中的營養 等它回來之後 就要檢疫期滿 那也就會再繼續驗 疫情主要先講說明 華航這次全面感染 和布立陶醫院全面感染事件 從釋放的環境感染的病毒株 以及被傳染的對象 是完全不同 所以疫情主動心 無妨認同整起事件 是布桃翻版 我不認為是布桃的一個翻版 它兩個不同 當然發生的處所是不同的 第二它的一個感染的病毒株 也不同一個加州株 比如是英國株 然後第三個比較大不同 是一個感染源親處 我們從8月2案 感染到醫事的人員 醫事員到相關的病人親密的家屬 那現在這個環境的事件裡面 感染源我們現在目前是不清楚 今天除了增加兩名 環境醫師確診 也增加一起境外陸病例 使得台灣確診的病患 累積到1100例 其中977例是境外陸病例 78例為本土病例 12名病患死亡 43位還在住院治療 這裡的領域